第一千零一十五章 谁说翅膀小就没用呢 金龙升天溃散 唐武林的身形显现出来 而也就在这时 突然间 血酒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压迫感 那是出现在他内心深处的 彭扶突然有什么强大的压力出现在心中 而这压力带给他的竟然是危险的感觉 璀璨的黄金龙枪 白金色枪芒在他眼中绽放 每一道枪芒之中 彭扶都蕴含着一根金色的蓝银黄 千百道枪芒在瞬间另周围空气全部压缩 强烈地挤压着他的身体 他的蛇毛魂迹虽然击溃了金龙升天 但在下一瞬就被那一道道枪芒搅碎 而这千百道枪芒瞬间重合为一 直接就点在了他那三字豆铠的防护罩上 防护罩发出坑的一声催鸣 紧接住一点白金色光芒瞬间透入 以他攻破的那一点位中心 军裂的痕迹迅速向四周扩张开来 白金枪芒也在刹那间 就点在了他的三字豆铠上 三字豆铠凹陷 强烈的危机感出现在血酒心中 血酒大喝一声 身上第七魂环终于亮起 刹那间 他的身体向后倒飞 同时手中蛇毛变大 自身摇身一晃 已经化为一条身长超过三十米的巨蟒 巨蟒张开大嘴 就朝着唐武林的黄金龙腔千夫锁指上咬去 与此同时 另一条巨蟒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唐武林身后 同样是张开大嘴 咬向唐武林的本体 正面的 就是只有七魂以上修为才会具备的第七魂纪五魂真身 动用五魂真身 就意味着真正开始全力战斗了 唐武林虽然已经有了魂盒 但在没有达到七魂修为之前 是无法拥有五魂真身的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血九突然看到唐武林身上的四个金色魂环变了 瞬间切换成了六圈光环 其中排列在最后一位的赫然是一圈血色光环 而在它上面一个的居然是一个绿金色光环 绿色与血色出现在一起 本来应该是很不相配的 可出现在唐武林身上却没有半点的违和感 那血色光环瞬间绽放出夺目光彩 能够清楚地看到 在那光环上赫然有两条金色纹路 紧接住 那血色光环开始出现变化 原本的血色蜕变竟然化为橙金色 上面的两道金色纹路似乎蔓延在唐武林全身似的 令它的二字窦楷看上去越发华丽 一种强大的气场骤然出现在唐武林身上 周围空气中所有的元素分子彷彿在沙纳间全都涌入到它体内似的 只是一瞬间 无论是血酒还是观战的众位血神 都骇然感觉到唐武林自身修为瞬间暴增 而在这比赛台上的所有元素属性全都在瞬间消失了 唐武林手中黄金龙腔光芒大放 原本已经合一的千夫所指竟然重新分散 化为千百道枪芒 和面前的血酒五魂真身碰撞在一起 一道道风锐的枪芒刺中在血酒的五魂真身上 带起一蓬蓬破碎的光运 竟然压迫得那身长三十多米的五魂真身节节败退 而出现在唐武林身后的那条巨蟒 却是血酒最强大的魂灵 它拥有天赋能力瞬间传送 所以才能出现在唐武林身后 眼看着 它那足以将唐武林吞噬进去的大嘴就要咬中唐武林的时候 突然 一道宛如山岳般的暗金色身影横空出世 从天而降 轰巨大的身影直接砸在了那三十多米的巨蛇身上 直接将它完完整整地镇压了下去 砸在地面上 霸王龙出世 和以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出现的霸王龙 身材更加雄壮 身高竟然已经超过了七十米 而更令人震撼的是 在它背后居然长出了一双龙翼 但有些搞笑的是 这对龙翼和它的身体不太成比例 就算展开 两只龙翼加起来也只有十米宽 这显然是不可能把它纳超过七十米高 重量绝对超过十万斤的庞大身躯带动飞起来的 全身暗金色光芒变得比以前似乎明亮一些了 厚重的鳞片更大 有几分恐怖的压迫感 悍然落下的同时 狠狠地把血酒的魂灵压倒在地 一般来说 魂师的魂灵真正能够在战场上起到决定作用 需要期还以后拥有的魂灵 因为绝大多数魂灵都是不能进化的 早年所拥有的魂灵在实战中作用不大 像唐武灵这样 能够通过自身血脉进化去感染魂灵 让魂灵也随之进化的情况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血酒显然是属于正常情况的 所以它最强大的魂灵就是这条巨蟒 不但和本身武魂完全契合 而且战斗力确实强大 本身也是万年修为 但奈何 它碰上的却是霸王龙 有地龙之祖称号的霸王龙 不屈魂灵 绝对的力量型代表 论直接的战斗力 已经得到九环修为增幅的巨蟒 未必不是霸王龙的对手 可霸王龙出现的太突然了 至少它这一次攻击 直接就被从天而降的霸王龙扼杀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铁毡 砸在了一条蛇身上似的 巨蟒的嘴瞬间就张得更大了 悬身更是冒出大鹏 大鹏的灰色气流 这一压显然已经重创了它 而唐武林从始至终都没有向后看 在那化为成金色魂环的增幅下 它那重新分散的千夫所指 瞬间产生了碾压斑的感觉 更恐怖的是 下一瞬 分开的枪芒再次向中央重合 压迫的血九的五魂真身身上 开始出现大片的伤痕 一道道血线纷纷出现 一道金光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到了血九身前 金光爆起 前一瞬看上去还像是一条蓝蚓草的它 却瞬间化为一条身长超过15米的金色巨蟒 直接缠绕上了血九的五魂真身 这条巨蟒身上闪烁着镜面般的光泽 让血九居然没能在第一时间将它搅碎 而也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那是一名看上去十分儒雅 相貌英俊的中年男性模样 他轻飘飘地出现在血九头顶上方 张口一吹 一股粉色气流从天而降 覆盖巨蟒全身 刹那间 血九只觉得全身的痛感 所有的危险似乎全都消失了 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服 所有的伤痛 内心的郁闷 顷刻间荡然无存 整个人似乎都昏昏欲睡了似的 而也就在这时 千百道枪芒终于重合为一 骤然穿透了他的三字豆楷 也穿透了他的身体 定在巨蟒等比例七寸的位置 将他牢牢地定在地面上 黄金龙枪上白金色光芒大放 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能量 巨蟒颤抖 挣扎 可是 昏昏欲睡的感觉 那柔和的心香 却令他一点痛苦都感受不到 唐武林从天而降 身上金芒大放 金龙白尾狠狠地抽击在他身上 紧接住 又是一记金龙寂灭神抓 拍击在了巨蟒头顶 扑 巨蟒被拍得直接砸在地面上 五道深深的伤痕 几乎贯穿了他的头颅 直到此刻 发自灵魂深处的剧烈痛苦 才让血酒觉醒过来 他的眼睛流露出金露交加之色 身上的地酒浑环光芒绽放 全身豆楷也瞬间变成了灰色晶体 想要翻盘 柴绕在他身上的金羽同样是金光大放 贯穿他身体的黄金龙腔 更是爆发出极其强烈的白金色光芒 疯狂地吞噬住他身上的能量 唐武林自身魂力宛如颈喷一般爆发 体内阴阳互补漩涡疯狂转动 带动着黄金龙腔 直接从七寸处向他头部划去 轰 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观战的血神们看到了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 原本在唐武林身后的霸王龙凭空跃起 以他那么庞大的身躯 想要跳跃到唐武林身边 原本是距离不够的 但是 他背后那双小龙翼却在急速地拍动 居然带动着他的身体 产生了短暂的滞空 也就让他飞得更远了一些 巨大的脚掌 直接堕在了血酒所化的巨蟒头颅上 直接踩碎了 第100016章悲催的血酒 谁说龙翼小了就没用的 霸王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龙翼小 一样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血酒的身体 化为点点金光破碎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而此时的唐武林 脸色也是一片惨白 阴阳互补漩涡的超负荷运转 令他全身毛孔都溢出了血珠 就连握着黄金龙腔的双手 都在轻微地颤抖住 别说其他人 就算是他自己 都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 赢了 他竟然赢了 是的 就是这种感觉 全力以赴 释放战斗力的感觉 他终于将自己 这次突破之后的一身所学 全都用了出来 十万年 魂灵给的应该是血色魂环 但启罗玉金香 乃是二十万年修为 但因为他本身受到冰火 两一眼催生而成 相比于真正的凶兽 还是要弱一些的 所以 在刚刚与唐武林融合的时候 他呈现出的 就是红色魂环的模样 直到这些天 他的力量和唐武林 终于完全融会贯通 再加上唐武林魂和形成 血脉之力对他的影响 让他再化为魂灵之后 用了这短短的几天 就跨出了他之前是魂兽时 无数年都没有跨出的一步 忠诚凶兽 也终于带给了唐武林 成金色魂环 黄金龙腔上的白金色光芒收敛 唐武林自身光芒一闪 也重新出现在了比赛台外面 血脚全身的肌肉 都在轻微地抽搐住 死一次的感觉绝对不舒服 唐武林的情况也不太好 脸色苍白 摇摇欲坠 但他的双眸却变得格外明亮 掩饰不住地流露着亢奋之色 八大血神就站在旁边 看住他们 久久无语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完全震撼了他们的战斗 当唐武林提出要向血脚挑战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是感觉到 这对唐武林来说是一场磨练 就连血脚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提出和唐武林赌功勋 更多的只是戏眼 所以 从一开始战斗 他就没有主动攻击过 都是被动防御 就是为了帮唐武林 能够更好地释放自我 可谁知道 这一释放 就释放得有点过头了 唐武林整个人绽放出的战斗力 竟然压制着他最后连翻盘都做不到 哪怕是在被逼出窦凯的时候 邪九也没有认为 唐武林能够战胜自己 可当他的身体完全破碎 最终被霸王龙给了致命一击之时 那种感觉 简直是令他匪夷所思 怎么就输了呢 自己可是封号斗罗啊 对手不过是一名魂帝啊 就算自己再怎么大意 他的战斗力 怎么会能够伤害到自己 按道理说 魂帝级别的二字 斗砍尸 甚至都不应该能破防才对啊 可事实摆在眼前 无论他有千般理由 万般道理 再怎么说自己没尽全力 怎么说自己大意了 至少这一场 他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直接被击杀 不得不说 星斗战网是个好东西 在这里可以毫无顾忌地战斗 根本不需要担心伤害对手 可这本来不是应该 血九的感受吗 此时却变成了唐武林的 血二眉毛微微上挑 走到血九身边 淡淡地道 很好 就说了这两个字 他转身就走了 血九只觉得头皮一阵发炸 这是要玩的节奏啊 惹怒了他老子 最近恐怕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啊 血八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堵住你自己出啊 说完 也走了 血三眼神中的震惊渐渐消失 来到唐武林身边 搂住他的肩膀 你可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你那个成金色魂环 是十万年魂灵 唐武林点了下头 血五不善言辞 却向唐武林竖起了大拇指 唐武林不太熟悉的血四向他点了点头 血六则是嘿嘿一笑 好样的 从现在开始 你是血九了 不过 不知道你能坚持几天 是的 挑战血九胜利 从这一刻开始 唐武林 就接替了血九的位置 从一名预备血神变成了真正的血神 血一微微一笑 你是血神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血神 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 一个月内他不能向你挑战 一个月后他肯定会夺回自己排名的 所以你加油吧 血九 自己变成血九了 唐武林呆了呆 他当然知道 这对自己来说很可能会是昙花一现的情况 毕竟 论真正的实力 如果不是血九让自己 自己是不可能赢的 轻轻地摇了摇头 唐武林道 血一 我还不够资格成为血九 他是让我的 一直都是被动承受我的攻击 血一微笑道 不 你既然赢了 无论战斗过程是什么 你就是血九 这对你来说是激励 对他来说 同样也是 一个月 至少这一个月 你是血九血九苦笑一声 臭小子 我可是被你害惨了 我这一个月 一定会是痛不欲生的一个月 但一个月之后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你要做好准备 到时候 我可不会客气地唐武林 看向血九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作为胜利者 现在安慰人家是不是不太好 血巴扑斥一笑 活该 不过 武林 你还真是让我们震惊呢 你刚刚那三魂灵作战 注尸是吓了我们一跳 居然每个魂灵都那么强 这是你制胜的关键 还有就是你的攻击力 居然连三字豆凯都挡不住 你那半生武器 真是也绝对是封号斗罗 那个层面上的了 唐武林之前 几乎用了十个血魂融合剂 最后那一击之所以那么强 主要是橙金色魂环带来的能力 橙金色魂环能够带来的魂技不是一个 这就像十万年魂环 必然出两魂技一样 橙金色魂环甚至会更多 唐武林使用的魂技 名叫屯翅天地 启罗玉金香乃仙草之组 是众多仙草中最高贵的几种之一 天地间的任何原力都能被它消化吸收 而转化为唐武林的魂技 其中之一就变成了吞翅天地 吞翅天地的作用 在瞬间将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所有天地原力 元素全都吸收到唐武林身体之中 令它的战斗力短暂暴增 以它目前六环的修为 可以让它的整体战斗力直接提升六成以上 而伴随着它的修为增加 这个提升比例也会随之增加 所以 唐武林最后一击之所以能够再次用出千夫所指 并且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 就是在吞翅天地的增幅之下 这可是超过十万年以上层面的辅助魂技 连窦凯本身的增幅效果都被叠加了 在那一瞬 唐武林才真正突破了封号窦罗的层面 达到了更加强大的攻击力层次 所以才能破开三字斗改 第10017章最年轻的雪神 而启罗玉金香自己所化魂灵的攻击 其实不能说是攻击 而是它的启罗玉金香本身的启罗香 启罗香的作用 能够解百毒 同时能够轻杂质 本来是大好事的 但在承受的过程中 所有痛苦会消失 同时会完全放松下来 这就导致了 在承受攻击之后 血酒根本就感受不到疼痛 直到受到致命创伤的时候 身体才反应过来的原因 所以说 魂技这种存在 哪怕是辅助类 治疗类 作用在不同情况产生的效果 也是不同的 血酒自己都输得有些莫名其妙 可他却就是输了 唐武林头顶上的胜场又多了一次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他在星斗战网中参加的所有比赛是全胜 今天这一场无疑是最危险的 但他还是赢了 断开星斗战网 重新回到宿舍之中 唐武林第一时间盘膝坐好 开始冥想 今天这一战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血魂融合剂 完全融入到战斗之中 如果不是魂合形成 如果不是有起罗玉金香 他不可能战胜对手的 而自己所有的这些能力融合在一起 也让唐武林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已经开始逐步有了高阶魂石层次的战斗力了 这次冥想对他很重要 融会贯通 与强者进行实战 果然是检验自身最好的办法 同时 这一战也真正让他的双核稳固下来 让他能够开始掌控自身全部的战斗力了 不是双生五魂 胜似双生五魂 曾几何时 他还十分羡慕五思朵的自体五魂融合剂 而现在 他的血魂融合剂已经完全超越了五思朵的那个层次 血魂融合剂的爆发力太强了 自己的战斗力终于达到封号斗罗那个层面了 当唐武林结束冥想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全身都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就连精神力似乎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手腕上的血神环有血液留下的信息 让他在修炼结束后到血神营 唐武林回了一条信息 跟血医确认时间 血医让他现在就过去 舒展了一下筋骨 手握黄金龙腔 唐武林出了宿舍 乘坐电梯来到血神营的主工作室 血医 血三都在 其他血神不在 血医前辈唐武林上前几步 来到血医面前 血三手中有个托盘 托盘上蒙住红布 血医向他招招手 示一堂武林倒进前来 同时掀开了那托盘上的布 上面有一枚血神环和两枚尖章 血神环是金红色的 上面依旧是玫瑰图案 但看上去却更加绚丽 而那两枚尖章上 赫然是金灿灿的匠心 匠心旁边有金色丝涛装饰 一颗匠心 少将军衔 这唐武林的心跳 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 血医将那枚血神环递给他 你可以进行信息传递 把自己的信息 录入到新的血神环之中 作为九位血神之一 你将拥有一些特权 稍后血三会为你解释 这些特权包括什么 如何使用 你记住 我们虽然有特权 但特权是为了让我们 更好地对抗深渊深恶 而不是用来谋取私利的一边说着 谢 一把唐武林肩膀上的上校尖章摘掉 把带着匠心的尖章给他换上 血三微笑道 血神赢最年轻的血神 同时 你也是联邦最年轻的少将 先名时不服 同时他心中也有些歉疚 人家血九是为了给他当陪练的 他的根本实力是要逊色的 可现在却拿了人家的东西 感觉到不安 还是忐忑 血一淡淡地说道 看住自己肩膀上沉甸甸的尖章 唐武林苦笑道 都有一些 戴上这尖章 我有点不敢出门了 毕竟 我并不真正具备那个实力 血一尘声道 那就努力地让自己 去拥有那样的实力 这是对你的鼓励 同时也是对你的鞭策 难道 一个月之后 你就真的要随意地 把自己的血九身份再让回去吗 不 那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也绝不是原本的血九希望看到的 你要做的 是不惜一切 保住你现在所拥有的荣耀 明白吗 唐武林心中凛然 保住荣耀 可是 自己真的能够保得住吗 不 无论如何 自己都要倾尽全力地去努力 就算最终失败了 至少自己也全力以赴了 看住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 血液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在不断地创造奇迹 而我们 作为你的长辈也好 同伴也罢 都更愿意成为奇迹的见证者 加油吧 你的成长速度已经超出了我的预判 不愧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手 你要做的 就是更加的努力 不惜一切代价地提升自己 你的责任重大 远不只是在血神军团这边 说的大一些 你的未来 关系到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存亡 任重道远 但你现在完全都可以不去考虑这些压力 因为 你还没有资格去承担他们 你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拥有这个资格 是 我明白了 血液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笑容 鉴于你昨天能够击败血酒 充分展现了你目前的实力 之前给你定的任务目标 我觉得有些太容易了些 任务改变 在星斗战网全联邦挑战赛中 你必须要获得魂石战的冠军 以及机甲战前三 否则的话 我会关你紧闭 一年内不得离开军营 唐武林嘴角抽出了一下 血衣 凝着 血衣一挥手 打断他道 这是命令 作为军人 首先要学会服从 就这样说完 这位施施然地走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唐武林 原本的任务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还要增加难度啊 唐武林突然觉得 自己挑战血酒这事儿有点傻 本来压力就不小了 这自己还给自己找事儿 把压力变得更大了起来 真是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啊 血三笑咪咪地道 他对你的要求高 正是因为他看中你 好好努力 我们都相信你能做到的唐武林苦助脸道 能不能让他别难吗 看中我 这中的有点让我承受困难啊 血三笑道 那你自己跟他说去 只要你能说得通 其实 你应该出去走走 作为一名年轻人 难道你不想向朋友们 下白一下你的将星吗 少将 在咱们整个军团 也不过就十几位而已 你这事已经可以和副团长 平起平坐的军衔 放心 大家不会嫉妒你的 他们都刚得了你的好处 按照军团长和血一的意思 有关于这次生命潮汐的事情 已经向整个军团公布 是因为你的功劳 你现在在军团中 绝对是万众瞩目 并且都为之感激的对象好了 接下来 我给你说说 咱们血神的一些特权 如果你觉得一个月后 会丢掉现在的位置 那么 不妨抓紧拥用你的特权 首先 作为血神 使用功勋 购买军团任何资源的时候 我们有三折优惠 其次 作为血神 可以任意调动和命令团集一下单位 血一更是可以行使军团长的权力 一边听写三讲述着特权 唐武林也完成了血神环的 信息转换 当他带上那金红色的血神环时 心中不由自主地生气 一份自豪感 就像血一说的那样 他真的要努力来捍卫自己所获得的这一切才行了 下意识地攥紧拳头 唐武林轻轻地挥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一个月后 再和血酒拼一次 没有再次战胜他之前 自己就不是真正的血酒 或许 自己真的有机会呢 双眼微眯 意念下意识地转入龙和之中 唐武林也随之攥紧了双拳 听完血三的教导 唐武林正准备返回宿舍继续修炼 血神环却出现了轻微的震动 这是他患上血神级别血神环症 而且 他平时很多功勋都用来接济下属了 之前他还跟我说 希望你能给个折扣 到时候你自己跟他谈谈 看看行不行吧 唐武林道 好 看看再说龙与雪再次提醒道 血师这边 马团长的地位非常高 如果可以的话 就给他便宜点吧 对你未来在军团发展也有好处 上次五月就跟马团长说了你的事 他一直想要把你要过去呢 说是只要你过去 就想办法给你个少将军衔 他挺欣赏你的 你在深渊潮汐的视频 他看了 唐武林瞥了一眼自己的尖章 犹豫了一下是不是 应该摘了再去 龙与雪道 好了 你赶快过来吧 见面说锻造工作室 自从换了这个大的锻造工作室之后 唐武林在锻造的时候 施展空间就更大了 而且 他最近购买了许多稀有金属进行囤积 准备为自己之后 制造黑级豆铠做准备 零五月给了他不少建议 尤其建议他不要急于开始制作 一定要更多地体会机甲的奥妙 同时找到自己想要的机甲类型 才开始动手 毕竟黑级机甲要消耗的资源非常庞大 一旦出错 那么重新制造的损失就太大了 除了唐武林之外 龙与雪也有锻造工作室的钥匙 所以他在给唐武林打完通讯之后 自己就先来到了工作室这边 工作室和仓库连通在一起 龙与雪看到那边堆积着的众多稀有金属 脸上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这家伙还真是个囤物匹呢 谁是囤物匹啊 正在这时 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之前龙与雪进来的时候没有关门 一个宛如铁塔般的壮汉走了进来 这位身材壮硕 看上去比将五月都还要再大上一圈 大光头 一身军装穿在他身上 看上去鼓胀胀的 往哪里一站 就像是一座山岳一般 肩膀上扛着两杠四星的大小军衔 脸上挂着笑容 但看上去却是满脸横肉的模样 彪悍之气 溢于眼表 马团长龙与雪看到他 立刻立正行礼 马山呵呵一笑 你这丫头 这里又没别人 不用行礼了龙与雪微笑道 您来得可真快啊 我才刚刚通知了唐武林 他很快就过来了 马山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 道 我这人急性子 等不了 这就来了 话说 于雪啊 二十几岁的圣将 靠不靠谱啊 龙 于雪微笑道 肯定靠谱啊 我是亲眼看到过他进行混沌的 特别厉害 绝对是全大陆最年轻的圣将 您就放心好了马山道 回头让那小子 给我便宜点啊 不然我揍他 他这赚取功勋 可比我们容易多了 你看看 这么多好东西 都是名贵的稀有金属 我们作战部队的功勋 可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多不容易龙于雪脸色略微变了变 但他也知道 马山就这个脾气 战斗师极为汉勇 但同样的 强悍的实力也让他有强悍的性格 彪悍的有些狂傲 就算是血师师长都有些压不住他 在军团中 除了血神英几位血神之外 他只服军团长张焕云 是张焕云一手带起来的 马团长 混沌还是很辛苦的 我跟武林说了 他应该会给您一些优惠的龙于雪 勉强笑道 嗯 这小子怎么还没来 还要我等多久 马山有些不耐地说道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 马山和龙于雪同时回身看去 正好看到一身戎装的唐武林 从外面走了进来 哪怕是作为男人 当马山看到唐武林的时候 也不禁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洁白笔挺的军装 高大的身材 英俊而充满阳光的面容 再加上那一双光彩夺目的眼眸 不禁令他心中喝彩 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不过 下一瞬他脸色就变了 因为 他赫然看到了唐武林肩膀上扛着的肩章 龙于雪快步走上前 向唐武林使了个眼色 武林快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铁血团的马山团长 他可是咱们军团中功勋卓著的大将 近战第一人 他并没有注意到唐武林军衔上的变化 因为担心马山的态度 所以才赶忙上来向唐武林使眼色 唐武林上前几步 微笑道 你好 马团长他并没有行军礼 在军队中 从来没有下级向上级行军礼的规矩 马山脸上神色有些阴沉 小子 你触犯了军规 知不知道 这很严重 立刻给我摘了你的肩章啊 龙于雪看到突然发作的马山 顿时吓了一跳 这才抬头看向唐武林的肩膀 他个子矮 之前没有注意到 马山比唐武林要高大 看得清楚 少 少将 龙于雪看到唐武林肩膀上肩章的时候 也是不禁骇然色变 要知道 在军队之中 上下级是非常分明的 如果有人胆敢自己更换军衔的话 这绝对是重罪 一定会受到严重处罚 怎么会 他怎么会如此糊涂啊 为什么要给自己带上少将军衔 而且还是当住马山的面 这下麻烦了 武林 你糊涂了吗 你这军衔是从哪来的 是不是穿错了衣服 龙于雪一边说着 一边向唐武林连连识眼色 唐武林听到马山呵斥 先是愣了一下 但马上就反应过来 可不是吗 自己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却带着少将军衔 这让人看了 确实是很难相信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总不能把自己的军衔 就这样摘掉吧 马团长 我是今天才刚刚晋升少将的 天为血神营 第九血神这个时候 唐武林就不能再退缩了 他的军衔要比马山更高一级 一边说着 他抬起手 露出了自己刚刚更换的血神环 马山眼睛一瞪 小子 你胆子不小啊 连血神都敢冒充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竟然如此大胆 我先把你拿下 但送到军阀处军阀处置 一边说着 他一抬手 就要朝着唐武林抓去 龙于雪赶忙一横身 挡住了马山 焦急的道 马团长 您别生气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武林 你怎么回事啊 这种话怎么能乱说 你是不是修炼得差了气 乱了精神 别说马山了 就算是他 也完全无法相信唐武林的话 第10019章 你是少将 我就是元帅 血神军团规矩森严 尤其是在军衔的提升方面 绝不允许有丝毫马虎 像唐武林 因为能够通过锻造积累功勋 立刻就被龙天武下令 不让他用这样得到的功勋 提升军衔 上一次龙于雪 见到唐武林的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少尉啊 从少尉到少将 这其中的等级 插住天地之别 他自然是完全无法相信 唐武林 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晋升到这种程度 马山一抬手 把龙于雪扒拉到一旁 冷冷地道 有话到军阀处在说 一边说着 他的手就已经抓到了唐武林的肩膀处 他要先把唐武林肩膀上的军衔撕下来 他在血神军团作战二十年 都还没有提升到将军 一个新兵 竟然胆敢带上少将军衔 这让马山不经气不打一出来 大为愤怒 唐武林眉头微皱 左手抬起 向马山的手掌架去 马山身高超过两米二 比唐武林还要高了一个头 身材又极为雄壮 简直如同巨熊一般 但这毕竟是在军团内部 他也不会轻易伤人 手上还是留了分寸的 当两人手臂接触在一起的沙纳 马山只觉得 对面这个看上去像貌英俊的小子 手臂竟然如同铜胶铁柱的一般 他的手居然无法落下去 一 马山惊疑一声 但右臂立刻用力 脸上横肉看上去明显有些猙獰 恐怖的大力顿时向唐武林压迫了下去 他已经是动了争怒 一个小小少尚尉 不仅冒充将军 居然还敢反抗 这简直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下他就没怎么留守了 准备先给唐武林一个教训 感受到马山手上传来的巨大力量 唐武林眉毛微调 但架起的左手却是纹丝不动 沉声道 马团长 你这可算是以下犯上以下犯上 还反 撩你了 马山大怒 右臂继续用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唐武林也是左臂发力了 他的左臂向上微微一震 马山只觉得一股大力传来 他的身体居然不受控制的 向后踉跄几步 双脚更是在地面上 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这一次 他是真的震惊了 他一向以力大著称 在铁学团之中 力量方面唯一能够和他媲美的 也就只有他最欣赏的江五月了 江五月更是他的嫡系 但尽管江五月的武魂是霸王龙 但因为修为上的差距 再加上马山的天生神力 在力量方面 他还是要在江五月之上 刚刚尽管没有动用武魂 但他那一下的压迫力何止万惊 但唐武林不止形若无事 而且还把他震开了 这怎能不让他吃惊 难道他真是少将 这个念头在马山心中一闪而逝 但瞬间就被他否定了 怎么可能啊 之前他还是少尉军衔 就算他的实力足够 军功也是要不断积累 才能提升的 怎么可能一步就到了少将 少将军衔就不是军团 能够直接任命的 除非是成为血神 想他 想要升级到少将军衔 需要联邦军部批准才行 混账 怒喝一声 马山眼中寒光大胜 他的身躯瞬间就膨胀了起来 五魂释放 摇身一晃 身体就到了足足六米高 看上去没有将五月的霸王龙身材高大 但他的肩膀却格外宽阔 尤其是一双手臂 上面的肌肉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块块铁球似的 恐怖的飙悍气息油然而生 唐武林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这里可是他的锻造工作室 和马山真的动起手来 首先这里就肯定不保了 马团长 你先冷静一下 我愿意跟你去军阀处 辨明身份唐武林握在右手之中的黄金龙枪抬起 体内双核高速运转 阴阳互补漩涡能量注入 一道十米长的白金色枪芒横空出世 带着强横无匹的枪翼锁定马山 马山只觉得风锐无匹的气息 瞬间就到了自己面前 原本正要跨出去的步伐顿时一顿 停了下来 愿意去军阀处 马山双眼一瞪 好 你先束手就擒 我带你去军阀处唐武林一阵无语 无奈地道 马团长 难道你就不考虑一下 如果我真的是少将 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是少将 那我就是联邦元帅了 少废话 你以为就你这绣花针就能伤到我吗 一边说着 马山右手一挥 直接朝着唐武林就派了过去 他的手掌瞬间就变成了铁黑色 直接向唐武林的枪芒砸去 一层黑色光运流露在表面上 同时八圈魂环也随之从他脚下升起 唐武林身形后退 一闪身就出了自己的锻造工作室 他可不想在这里跟马山动手 毁了工作室 吃亏的可是他 出了工作室 唐武林身形闪烁 就到了外面 马山乃是魂斗罗级别的修为 论速度其实并不慢 但奈何他现在释放了武魂 身形庞大 所以也就停顿了一下 当唐武林刚刚来到外面雪地的时候 马山也冲了出来 只是他冲出来的方式有些彪悍 直接撞破了墙 冲到外面 追向唐武林 一双拳头宛如凉冰铁锤一般 朝着唐武林咋来 唐武林已经一再相让 不想动手了 可耐不住对方的咄咄逼人 他也有火气 而且他很清楚 军队之中实力至上 不能再让了 否则的话 就算印证了自己是少将身份 真要让对方压迫得狼狈了 血神营的荣耀怎么办 没有再后退 手中黄金龙枪一横 就架了上去 轰尾剧烈的轰鸣声中 周围方圆百米范围内的鸡血 全都被吹飞了开来 就连想要跟出来的龙鱼血 都在那强悍的冲击波面前 被逼退回了工作室 唐武林双脚下陷入地面 但马山也被反弹而回 眼中终于流露出了一丝吃惊之色 他对自己的力量极为自信 先后两次被唐武林挡住攻击 心中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 忍不住想到 难道这家伙真的是少将不成 唐武林输了口气 换了以前 他恐怕已经很狼狈了 但和血九交手之后 将那一战的过程融会贯通 首先从自身的心态 他就不怕马山 血九可是封号斗罗级别的 三字斗砍师 最终他都能战胜 虽说有对方相让的原因 可终交还是另一个层面的对手 而马山是八环魂斗罗 而且本身也只是二字斗砍师 这和三字斗砍师是有差距的 唐武林对自己当然是信心十足 就算不能战胜对手 但也绝不会败 更何况他还站在里上 也就更不担心什么了 好小子 在吃我一拳马山打的兴起 爆喝一声 身上强光涌动 一双手臂变得宛如铁柱一般 悍然扔起 直奔唐武林杂落 但他终究还是留了分寸 没有动用魂技 唐武林双眼微眯 深吸口气 一层金色鳞片瞬间附体 正是黄金龙体 在黄金龙体的增幅下 他自身力量暴增 双脚用力 手中黄金龙枪抡起 第1020章不打不相识 轰又是一声轰鸣响起 这一次 唐武林双腿再次下线三寸 但马山却被震得连连倒退 一只后退了五步 才勉强站稳 这一次 他的眼神真的变了 虽然没有动用魂技 但他那大力神员武魂 可是敌传的纯力量型武魂啊 在纯粹的力量碰撞方面 就算是封号斗罗 他都有信心对抗 可和唐武林 接连几次碰撞之下 居然都没有占到上风 这就让他心中大为郁闷了 唐武林深吸口气 来而不往非里眼 马团长你也接我一枪 一边说着 唐武林眼中光芒大胜 体内阴阳互补漩涡疯狂转动 双腿稳固在地面 手中黄金龙腔 磅扶重如山月一般 缓缓刺出 这样的龙音声随之响起 能够清楚地看到 无数根蓝银黄藤腕 宛如一条条金色小龙般 钻了出来 围绕在黄金龙腔周围 在一一融入 一个硕大的金色龙头 从枪间前方钻出 伴随着龙音声震耳欲龙 他猛地从黄金龙腔中 挣脱出来 直奔马山飞去 正是蓝黄金龙升天 血魂融合剂 秀为相差太大 所以唐武林一上来 就用上了越来越 得心应手的血魂融合剂 马山脸色一变 终于顾不上自视身份了 身上的第一 第三两个魂环同时亮起 皮肤表面顿时 拖了一层钢铁般的光泽 与此同时 身形再次膨胀 足足超过了12米 和一台致式近战机甲 大小相仿 一双拳头骤然变大 都达到了直径一米开外 同时朝着金龙升天 轰击而去 轰 这第三声轰鸣 比前面两声更要强烈的多 震耳欲龙的同时 带动着更远处的鸡血 飞扬暴射 升腾在半空之中 锻造工作室内的龙鱼血 已经尝试了三次想要冲出来 可每一次都被强劲的气流 死死地压制在房间之中 无法冲出 这气流一次比一次强烈 尽管他此时心中无比较急 可偏偏什么也做不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武林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 急切之下 他的双眸已经通红 释放武魂 正要拼尽全力冲出去 可就在这时 锻造工作室前方的一面墙壁 轰然破碎 一个硕大的身躯 龙鱼血全身闪烁着金色电光 直接摔了进来 撞倒了两个 盛放稀有金属的架子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人形大坑 龙鱼血先是一呆 下一刻就捂住了自己的红唇 天啊 这是 马团长 是的 那么庞大的身体 不可能是唐武林的 只能是马山啊 马山 八十四级魂斗罗 唐武林 虽然龙鱼血一直都知道唐武林很强 但也从未想过 他能够强大到可以掀翻铁血团团长的程度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可事实摆在眼前 当龙鱼血急切地冲出去的时候 正好看到唐武林旁若无视一般 把自己的双脚从陷入的地面中拔出来 手持黄金龙枪 诗诗然走向工作室 此时 警报声已然响起 一道道身影正飞快地朝这边跑过来 赫然是军团军阀出的强者 唐武林有些无奈地向龙鱼血耸了耸肩膀 肩头上的匠心光芒闪烁 这一刻 龙鱼血突然有些失神 因为他发现 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 面前这个家伙 他 他不会真的是 军阀处的人蜂拥而至 里面的铁血团团长马山也已经爬了起来 只是他的样子看上去有点惨 身上的军装早在变身的时候就不存在了 此时 他的胸口处纵横交错着数十道血痕 那都是金龙升天留下的 一双拳头倒是没事 眼中胸光闪烁 头上留下了几道擦痕 擦痕处的头发 自然消失了 看到军阀处的人过来 他也不再保持自己的五魂附体状态 恢复了原本模样 但脸上却是一脸的郁闷 当然 更多的是震惊 没法不震惊 刚刚发生的这一切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判 军阀处为首的是一名上校 当他看到站在那里 手持黄金龙腔 冤亭月之一般 相貌英俊的唐武林时 也是不惊一愣 白雪挨挨 一身戎装 手持龙腔的他 注实是足以吸引任何人的目光 但当这位上校看到唐武林肩膀上的匠心时 也是不禁脸色一变 他的第一反应和马山是一样的 怎么可能有如此年轻的少将 不同的是 他没有马山那么冲动 上校飘身而至 落在唐武林身前 先向他行了的军礼 唐武林也回忆军礼 长官 请问你是哪个部门的 发生了什么事 在没有弄清楚唐武林真正身份之前 他只能按照唐武林肩膀上的军衔来称呼 唐武林回忆军礼 沉声道 我是血神营新任血九 刚刚铁血团马团长质疑我的身份 所以我们动起手来 这是我的血神环 你可以查验一边说着 唐武林抬起左手 露出自己手腕上的血神环 听他说自己是血九 那军法处的上校不禁张大了嘴 而此时 刚刚从锻造工作室里走出来的马山也是一代 如果说他之前一点都不相信唐武林所说的一切 那么 现在的他 就真的信了几分 不会吧 血九 可是 人家的实力 确实是在力量方面战胜了自己 虽说自己还没用动用权力 可对方就动用权力了 马山的脸色有些难看 而站在不远处的龙鱼血 眼神则是变得极为复杂 短短几个月 他才来到军团几个月的时间啊 就已经从一个少尉变成了少将 还是血神营的血九 这真的可能吗 虽然表面看来 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 可他振飞了马山团长 在内心深处 龙鱼血却越来越相信 这是有可能的 军法处上校检查了唐武林的血神环之后 恭敬地还给他 再次行了个军礼 谢谢长官配合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走向马山 马团长 你好马山目瞪口呆的道 不会吧 他真 真的是 军法处上校脸色沉黄的道 身份何时无误 长官是新任血九 今天上午刚刚完成授贤仪式 马山吞咽了一口唾咽 突然觉得 好像有些麻烦了 正在这时 唐武林大步走了过来 沉声道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和马团长只是意气之争 彼此不服对方的力量 较量了一下 动静有点大 引发了不必要的麻烦 这件事 能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们下次再切磋 一定到对战时那边去 所有破坏的东西 我们自己来修复 如何 军法处上校看看有些 张口结舌的马山 再看看脸色温润的唐武林 哪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咳嗽一声 道 好吧 不过 两位长官 下不为例 毕竟 弄出这么大动静 我们也不好处理说完 他向唐武林和马山 行了的军礼 带着军法处的人走了 唐武林轻叹一声 马团长 现在你可以认可我的身份了吗 马山吞咽了一口唾液 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 这都什么事啊 不过 你 你真的是血酒 唐武林失笑道 要不 我们去对战室再来一场 马山摆了摆手 不用了 军法处说你是 你就一定是了 是我鲁莽了 这事我做得不地道 我向你道歉 唐武林耸了耸肩膀 道歉就不用了 不过 马团长 我这里破坏的 你可要帮我修好 没问题 交给我了 马山也是个爽快的性子 一口答应下来 同时心中暗暗感激 血神军团的军规非常严格 虽然他性格桀骜 但也知道 如果触犯军规的下场 他是大笑 唐武林是少将 他刚刚算是以下犯上 而且是没有理由的 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 就要擒拿唐武林 错在他 完全不占领 如果唐武林咬住不放的话 他的麻烦会很大 不但会扣除功勋 甚至还会关一段时间紧闭 这人可就丢大了 第一签零二十一章 如假包换 而唐武林 如果身为血酒的话 这少将身份 自然是毫无问题的 他哪还不明白 是因为自己鲁莽 而造成了眼前的结果 只是修复房子而已 这算什么事 我这就找人来 给你修好说完 马山有些灰头土脸的 急匆匆走了 毕竟 他这模样也不太雅观 目送着马山离开 唐武林 也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叫什么事啊 自己这简直就是 无妄之灾 果然 这么快晋升 也不是什么好事 你 你已经是血酒 身边传来有些 不敢置信的动听声音 唐武林转身看向龙鱼雪 微笑道 是啊 其实 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但至少 没有被原本的血酒 重新挑战之前 我暂时还是血酒 如假包换 龙鱼雪呆呆地看住他 他刚来的时候 自己是他的教官 带着他学习 有关军团的一切 带着他进入深渊通道 去对抗深渊生物 几个月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此时此刻的他 却已经成为了自己的长官 而且 虽然忠孝和少将 看上去相差只有几集 但这却是天谦一般的差距啊 不知道为什么 龙鱼雪突然觉得 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 正在变远 曾几何时 他还一口一个长官的叫住自己 可此时此刻 却已经是自己要叫他长官了 这其中的区别 实在是让他一时半会而 无法转换过来 我们可是合作伙伴 别想的太多 我自己都有点如在梦中的 唐武林抬手 在尸神的龙鱼雪面前 晃了晃 龙鱼雪这才反应过来 没有说什么 但眼神却发生了些微的变化 时间不长 马上就带着一群铁雪团的战士们回来了 修复墙壁这种事再容易不过 不到一个小时 一切恢复原样 马山的态度明显就发生了转变 长官 今天不好意思啊 我太鲁莽了 唐武林笑道 马团长 您可别叫我长官 您是军团 的中流砥柱 我只是运气好 这次是原来的血酒前辈相让 这才让我暂时到了这个位置 你就叫我血酒 或我的本名唐武林就行了 可别再叫什么长官了马 山脑挠头 笑道 我们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我就佩服实力强的 你这力量可真是厉害 这方面 我已经很久没输过了 本以为以后将五月那小子会超过我 却没想到来了你这么个力量 还在他之上的 以后有时间 我们多角角力 虽然刚才有点尴尬 但说起来 我最喜欢这种纯粹的力量碰撞 好对手也不好找啊 唐武林眼睛一亮 好啊 回头我们可以到星斗战网中对战 他这么愁没对手呢 将五月是说 什么也不肯再和他对战了 要是有马山这么个 秀为在自己之上的对手一起对战 那可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事 行 一言为定 我把我血神环的通讯号码给你 随时联系 我这人没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打 而且 从不服输 回头你可别嫌我老马凡人啊 马山呵呵笑道 唐武林也笑了 只要您不嫌我凡人就好 两人都在笑 但这笑容中的内容可就不一样了 唐武林道 马团长 我听雨雪说 你需要三字窦凯的金属 我们先聊聊 看看你需要什么样的 然后我来帮你规划一下 好 差点忘了正事 龙雨雪看住两个把臂而行的男人 不禁一阵无语 刚才还打得不可开交 这么一会儿就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男人的世界 真是奇怪 唐武林伴随着秀为的提升 对于锻造方面也有非常良性的影响 龙和形成之后 他的力量又有了飞跃 锻造方面自然就更是如必实质 尤其是这段时间 他修炼出了阴阳互补漩涡之后 对自身魂力 力量 血脉之力的控制 比以前更要精妙了许多 在锻造中自然就更有增幅 他现在的胜降层次 已经完全稳定下来 魂断的成功率大大的提高了 和马山聊了一下 唐武林就知道他的要求了 马山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就要纯粹的力量增幅 这种豆楷是纯物理层面的 而实际上 当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有一种质的突破 在简单的规划之后 唐武林给马山出了一些注意 在他原本的设计方面 把金属这块儿进一步增强 帮他选了四种金属融合的 有灵合金 然后再进行魂断 只是锻造有灵合金 对于唐武林来说 早就不算什么了 但四种金属的融合难度 还是不小的 更何况融合之后 还要进行魂断 这难度就大得多了 就算是一般的八级胜将 都不敢百分之百能保证成功 所以唐武林告诉马山 自己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才有可能完成 而且需要足够多的稀有金属才行 魂断的材料 肯定是马山自己配备了 提高了金属要求 需要的材料也自然更多 但马山作为铁学团团长 功勋积累的非常多 身为少将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买这些金属自然不算什么 加工费方面 唐武林也没管他多要 只是要了一些比较基础的 马山这是一整套 三字豆铠的金属锻造 可以说是个大活 全套都是混缎 这要是在外面的世界 需要的金钱 肯定是天文数字的 唐武林要的 却只是足够他制作 黑鸡机甲的那部分稀有金属 他现在是血酒 可以打很高的折扣 所以都算下来 并没有收取马山太多功勋 这让马山对他的印象自然更好了 但唐武林也有附加条件 那就是马山要跟他在 星斗战网对战至少一百场 而且场地费马山出 马山认为自己绝对是占便宜了 所以就一口答应下来 未来的一个月 对唐武林很重要 他在那天和血酒对战获胜之后 又得到了血衣的提醒后 他决定无论如何 也要努力拼搏一下 争取在一个月之后 血酒的挑战中 能够保住这个位置 不为了军衔 只是为了荣誉 同时也为了给自己更多的激励 所以 他给自己制定了 为期一个月的提升时间 星斗战网全联邦挑战赛的 决赛阶段将会在15天后举行 那对他来说 也是重要磨练 但在这之前 他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 再通过战斗来磨练自己 等到一个月之后 唐武林相信 自己的实力还会再进一步 马山的出现 无疑让他的计划变得更加完整 毕竟 比赛也只能一天进行一场 但有马山在 他就随时可以找这位铁血团团长切磋 寻求自己身体的极致 潘西坐在房间之中 唐武林呼吸均匀 整个人都进入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龙和金光闪烁 魂和光滑内敛 阴阳互补漩涡运转 自然而然地吸收住天地原力融入自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